哦 篝火竟然着了一夜 我说昨天晚上怎么那么热 今天的天气特别闷 早上醒来之后身体里的水分大量缺失 我需要赶紧补充点水分 嗯 这座岛上也没有淡水资源 摘点椰子吃吧 哎 这座岛上的椰子出奇的多 现在正是果实成熟的季节 掉落的哪哪都是 这地上有一个 别浪费 嗯 什么情况 哎 走你 我天 没想到在不知不觉中 我的身体素质已经锻炼到了现在这种地步 这要是离开荒岛回家 我去供地儿当个建筑工 绝对没问题啊 哦 先把这椰子吃了吧 还有个石头 走你 这种浑身充满力量的感觉真爽 辉哥 辉哥 干啥呢 大老远就听见你在这忙活 小浪来了 我刚刚发现在荒岛上生存的这段时间 力气变大了不少呀 这么大块石头都能搬起来 是啊 辉哥 这段时光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次非常好的历练 对了 辉哥 快跟我来 咱们昨天携手击败的那些螃蟹 今天都把它们烤了吧 储存起来还可以以后再吃 好 不吃也是浪费了 正好咱们兄弟俩可以好好搓一顿 走 辉哥你看 我都准备好木材了 可以啊 把这些木头都集中起来 做一个大烤架 下面架上柴堆 就可以直接探口大螃蟹了 真有你的 还不是被你一眼看穿了 来来来 那就一起行动 嗯 小家伙们 我们回来了 性不如命 M78外星人已经被我们联手打败 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 太好了 海神大人 U40大哥 你们什么情况 受伤了吗 对啊 两位大人 怎么了 说好 谁都不能出事的呀 我们跟M78星人碰面之后 发现他的实力已经彻底恢复 并且比千年前还增强了数十倍 要不是关键时刻 U40自毁功力 我们可能就回不来了 别说了 这场战斗我们损失了太多 我的身体被穿透 你也丢失了一条手臂 都需要赶紧进行治疗 不然命不久矣 我的天 身体都穿这样了 是啊 这伤势太严重了吧 海神大人 U40大哥 这还能治好吗 需要我俩帮忙吗 我和U40都被M78的外星光速所伤 更靠我俩慢慢恢复 我来说吧 想要恢复 不光要靠我俩 还需要借助外力 神药 神药 对 就是神药 金谷草 地黄花 那是什么药材 听都没听说过 对呀 又进哪儿 才能找到呀 地黄花我知道 就在极乐海域 但是金谷草 不用担心 金谷草 我有消息 就在我的南方海域 那就好 那我就放心了 但是采摘就需要 你们两个小家伙帮忙了 好 只要我们能办到的 绝对在所不辞 对 那好 事不宜迟 分头行动吧 小灰 这次你救治我之后 答应你的 我会实现承诺 小家伙 答应你的 我也会信守承诺 好 如我们兄弟两个道个别 就出发 小浪 此次一别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见面 估计下次 我们就都离开太平洋了吧 嗯嗯 这次分别 肯定不会是永别 海神大人跟U40 都会各自想办法 让我们回家 相信下次相见 我们兄弟 还会并肩作战 好 没问题 小浪 临走之前 我们各自带上大螃蟹回去吧 留着路上吃 辉哥 你带走吧 驾驶海王号 绝对能运走一只螃蟹 我这艘小船 力不从心啊 嗯 那好 我这里还有几盒罐头 虽然有个年头了 但是应该不耽误吃 给 你就拿着吧 好 那事不宜迟 U40跟海神 还都等着救命呢 咱们赶紧出发吧 我去开船海王号 走 嗯 我也把船开出来 小浪 一定要小心啊 抓紧时间找到神耀 解救海神大人 好 辉哥 你那边也是 启动发动机 走了 再见 一路小心 辉哥 加油 小手上 阻挂 中游 决马 当手 权益 重 用那标子 祭力 同 略有 胆 气 明天中 U40大哥 你可一定要坚持住啊 我活力全开 冲刺到极乐海域 千万不能出事 西南方向加把劲 对 再加装几个船帆 不惜一切代价 好了 现在时速已经到达每小时200海里 这是海王号的最高速度 我是探险家辉哥 今天海神跟U40大战归来 成功杀掉了M78外星人 但是他俩却身负重伤 我跟小浪现在正在分头营救 希望都能好起来 平平安安的回到家乡 晚安了 小伙伴们 我相信明天会更好的